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在大埔开了一间全城热化的超级市场 如果你有记性看过我的快闪大阪的视频 我也介绍过这间店铺 就是一个业务超市 不知道香港这间和日本的分别会在哪里 我们现在立刻进去看看 其实这间业务超市位于大埔广幅度1805号 如果有走开大埔狗墟的街坊 都一定知道在哪里 由于地上实在太多人塞住了 我一下子就上去楼上去看看 以为很大 谁知道一眼就忘了 货架上的种类 其实都不算很多 其实都跟759那些差不多 有部份的货架就已经清空了 不知道是卖完还是还没进货 所以我们看到卖的东西 就不太多有得买了 其余剩下的那些都是普通货式 而且价钱也不是特别便宜 其实这里说有两层 但是小到爆炸 其实都不用一分钟就走完 下层除了收银柱之外 还有一列的冬柜 这列的冬柜 最主要是买一些急凍的食品为主 我没有特别去看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是我看到 就不太多人去选择冬柜里面的东西 反而大家都去抢购一些特价的饮品为主 那今天的人流都算多 所以逼满了这个这么小的店铺 那我现在就在逼出去这个店铺 因为其实都真的没什么东西 排队给钱的人就真的很多 但是我就没什么 心水产品可以选择 其实真的走不够三分钟就已经出回来了 因为真的很小 其实又不是真的很多东西购买的 那其实大间这个759都已经大过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这排队 那些东西其实不是特别便宜的 大家是不是都想看一下 日本的业务超市 和香港业务超市有什么分别呢 我现在就attach了这条link 给大家重温 大家记住收看 多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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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